赫兵 俄军发动猛烈攻势 由瓦格纳佣兵团带头猛冲 反攻受阻的乌军 首度承认丢掉了盐矿小镇苏勒达尔 瓦格纳的头目普里格 经抢下关键战果 沾沾自息 乌军拍下这段影片里面 凶残的瓦格纳发动 一波又一波的人海战术 包围压制乌军的阵地 他们杀红了眼 根本就不怕炮击 CNN记者还取得了一份 乌克兰对瓦格纳的评估报告 揭露这支部队手段原始粗暴 为达目的 不计一切代价 面对背水一战的傭兵们 乌军可说是吃足苦头 不过他们仍然宣称 在巴赫姆特击退了俄军进犯 话还没说完 炮击马上就来 巴赫姆特乌军面临生死关头 因为巴赫姆特的北边 俄军正从刚占领的 苏勒达尔南下 猛攻攻陆的枢纽 至于南部 俄军前几天才拿下克利什基夫卡村 把乌军主要补给路线 纳入炮击范围内 已经形成前行攻势 包围巴赫姆特 同一时间俄军把护卫舰开到大西洋 号称举行告石及音速飞弹演练 原来是电脑模拟测试 所以没有发射任何实弹 就算是乌国有西方援助的武器是死抵抗 虎勤占领乌克兰的决心 似乎不见动摇 TVBS选中不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